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 现在时间是2020年10月29号 晚间后点 我是莫莉 我是Judy 本集赞助厂商是广东周南侃店 该店是家族传承周平 开店有20多年 中正区巴黎中和南侃都有店面 之前在板桥的分店 目前转南东科技大学学生票选 校区美食是其中之一 猪肝花香菇皮蛋玉米蔬菜等瘦肉粥 还有其他选项 清淡锅烧泡菜面乌龙面米粉 从简单的粥品 加料加到丰富 海鲜的豪丰盛都行 价格实惠 食材搭配新鲜 电脂 炉竹 提供外带 开店时间中午到下午2点 下午5点开始到晚上11点 420-466-0975-420-466 以赌商领先广东州南侃店 好了 介绍一下 我是莫莉 我是Judy 大家好 将近20年 时光飞逝 一晃竟然有20年 被几句成语 我觉得挺好用的 骚光仍然 是是是 白鲠算简单 要讲出白鲠过戏 骚光仍然 我来讲讲20多年 将近20年 我记得之前在中正路 她也是住南美街那边 一个比较大啦啦的女生 可是她又 她没有看过一个女人 像你这样 女人 你牵雨伞的样子 记不得了 你记不得这个小孩 我记不得 你是女人 我的意思是说 我会看人漂亮不漂亮 身橘子 老师说 你的身材是不怎么样 然后说漂亮 你也没有很漂亮 何来可亲 让人家觉得 OK 大家都喜欢跟你在一起 我那个时候 我就 突然就想到 有些人是有女男生 跟女生都看成一样 你的周围男生比他多 对 我的女生 没有像你这样子 那么注重一些细节 她的走路的慢 是我看到过的 Judy的姐姐 我已经在向她看齐了 但是 再来 Judy也是 让我调整我 讲外在不好 但是 我觉得我有调整 变比较女人 是受到你的 喜欢 晚上下班的时候 我们以前开补习班 戴帽子 弄个围巾 再把在办公室里面的鞋子 换掉 再包 包包还两个 然后再穿一个很漂亮的外套 三更半夜是谁在看 还带个伞 因为你知道我们台北 冬天有的时候会下雨 还趁着 缓慢的走回家 我在想 以前 我们时常会听到一句 越级者荣 是不是 这个越级 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是 你喜欢的人看 那我的解释是说 不是去符合 别人对你的看法 我觉得自己很开心 那我也看过Judy的女儿 她真的 大陆去看太多 我觉得你女儿又漂亮 又有型 酷酷的 那她也很会穿达 视觉设计的 所以她没有那么传统的装扮 我个人是这样 还有主要是她高度够 让人家看了眼睛为之一样 她高度够了 她腿很长 那个腿的那个长度 我们那个第一名模的那个 好长度 他出门的时候就 越看她越开心 那当然 那是一定的 王杰 有一回 来我们家吃饭 多漂亮 也是看着自己女儿很开心 其实妈妈在看小孩的时候 有时候看着会开心 不管真的 我们不就 其实别人的眼光 也许我们的小孩 不怎么立 长相 可是 在她的妈妈眼里 永远是 其实我要讲你的地方很多 我跟你说 你 真的吗 你看像我住在六龟 但是好歹 我们家里面也是三个阿姨 还有一个我妹妹 五个女生 要说 要就是说比较女性化的 比如说鞋子 我真的很多 我也不过就是看你 放在办公室 偶尔看你这样穿出来 对 说实在 因为 我们家是 人就比较会买鞋子 可能以前 以前的 在的时候 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才可能 刚大学吧 还没有 应该是高中的时候 说实在经济状况 是还算 是OK的 那时候我妈妈竟然去台北市的中山北路 带我们去做定制的手工鞋 我一双皮鞋 要想尽办法 时常擦它 让它维持它的鞋 是 不过 讲到这个 为什么去做那个手工鞋 的确有它的功能 优点 因为市面上 记得尺寸的板鞋 多大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 高中 已经定型了 对 那个印象非常深刻 去做 去定制 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的 那个 初跟的啦 因为那时候 其实是初社会以后 才会穿 听说Judy 可以穿细高 追工车啊 是啊是啊 在台北市 追工车是 一定要的 捷运 所以是上下班 读书啊 都是要追工车的 我妹妹家地方很大 我看她的鞋柜 跟你差太多了 我的鞋子也跟你 Judy呢 围巾也很多 围巾呢 也是多到一个 现在应该来提一下 鞋子 不是 不是 你现在不要讲我 我觉得还要再讲你一个特性 真的吗 刚刚只是在讲外在 Judy她是比老板还要像老板 而且她是一个很有耐力 那个慢慢做很久的那种女人 我们有许多事 讲我们有我们两个人共同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有做辅导的工作 国中我们就做了一个填空奖 也可以训练小孩子写字 我们把各个自然 社会全部都打了一遍 一二三四五六册 现在输字可以输那么快 其实是那个时候 我们为了要辅导去一直变 我们就只好每一个版本 我们都去做了处理 你知道一个年纪的人 然后但是我们把这件事情完成了 目前这些东西在我的 真是 我觉得做完 虽然现在没有再使用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大的指标 完成那么一大件事情 对 其实大部分是她完成了 她花了很多 牺牲了很多夜间睡眠 学生在 因为科目很多 进度都一直在进行 她希望小孩在 我觉得很委屈 很苦 我都觉得我打到痔疮 小孩子不读啊 那我们要整一下心来 然后去学习 然后想了很多办法 好 现在由我来说一下 我眼中的 这位我的老板 你通常啊 大家都觉得她做得比我还像老 是说 我虚掌 我虚掌茉莉几岁 所以其实 是茉莉准协的人 我跟她认识的 那个时间 就是刚好 我的事业 补习班的事业 其实我们 大概也有 我算过 就是18年 18 没有 18年是 你18年了 我经营是 经营18年 对 我才进入这个团队的 这样子 她这个毅力 遇到任何困难 她其实从来不退缩 然后刚才我们也提到说 我突然有个 有个说 形容她 我觉得 为什么是海绵 我说我不是不知道 真的海绵宝宝 他们那种卡通人物 是怎么定 说她一个海绵宝宝室 其实她也是一个过动儿 小孩子都很过动 过动 什么 个性其实是蛮外向的 海绵宝宝室 我觉得海绵室 是水 对不对 会吸着宝宝的 然后你又手一捏 她又恢复 她是可硕性的 对 对 是 碰到新的事物 她那个 哇 真是 让我实在是 佩服的无底头地 老板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 以身作则 让我们员工 员工会发生 什么样的状况 对她来讲 就都不会是问题了 已经说过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呢 其实都是 妈妈的身份 那学经历都不太相同 我们今天大家 很有缘的 她对于我们发生的问题 其实 她的包容性非常强 然后呢 我们又发生什么问题 不会的东西 她真的是以一个 老师的那个脚 耐心的教导我们 我觉得 会不会是因为 我曾经当过老师 所以我觉得 你们一直犯错误 对 就是说 对 她对于员工 是非老板 那个冲锋陷阱在前面 所以我们这些员工的 向心理师 谢谢你们支持 你太努力了 太努力了 不是是 有主流跟非主流 是 当时我们也 如果说你跟着主流跑 那我觉得我对不起小孩 就是小孩 想当年这些是 补教所带给她的 那个 很像是 谢谢 曾经讲过 我觉得是 也说 家长都认为说 把班 他的功课一定会 一定会进步 其实补习班是 我是说 比较主流的补习班 我们比较认为是 职职 或是真的 比较好的小朋友 他们吸收 对他们可能 白天啊 白天上过课 再到 讲重点 很精华的部分 他们 对他们来讲 其实 真的有 的效果 可是对于 其实一般的小孩子 这个方式 我们不认为 对很大的 嗯 我不这样子 觉得 我现在是讲 是说 组的 嗯 他们在补习班的 那个 上课 或是 的待法 这个不是 这个就 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 我们再慢慢聊 还要再补充 我们慢慢 以后 每集都想到了 什么 再跟大家分享 是 是鞋子 今天我看到 Judy她买了 怎么会有 这双袜子 她就说 她觉得 这双袜子 不错 怎么会 会买这双鞋啊 其实 不然 她说 你买了这双鞋呢 你可能 其他的鞋呢 你在哪买的 呃 在百货公司买的啦 在百货公司 台北的是不是 没有没有 因为我们 其实也不是要帮厂商做广告 我们就不要讲 我们就不要讲了 对 对 就就 那个 以后要是 有鞋子要来找我们代言的话 我们愿意 我也是 慢慢在跟你 还有大姐学习 是经过你们的 从此之后 我的膝盖就解决了问题 对 你觉得 一般我们 现在 像 如果以我的年纪来讲 以前 大概念书的时候 学校的规定 现在 在学校在服装上面是比较开放嘛 是 小孩子大概都以球鞋代步 运动品牌 为什么 这么蓬勃发展 嗯 运动风嘛 嗯 运动风跟休闲风呢 那可以 发展出来的鞋 对场上来的 很大的商机 嗯 对 其实 球鞋 他们 其实分 分很细 球鞋分很细啊 其实他们有所谓的 呃 慢跑鞋啊 走步不一样 是不一样 他们可能那个底部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能没有去鞋嘛 可是他们在一般 嗯 运动员啊 或是说有 嗯 他们做 他们其实在 应该说在选择鞋的时候 一般销售有功能的 嗯 要不然你真的 你一进去 其实种类很多 其实我们可能只看 这个花样啊 哦 他们有跑步鞋啊 走步鞋啊 可能网球鞋啊 嗯 那个纹路 其实是有他们的功能性 嗯 不要只重视他的 不是 照理说 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嗯 我们必须要慎选鞋的原演讲啊 很多年前 其实是很多年前 大概有七八年 我的膝盖特别透半蹲 我就跟老师说 我的脚 没有办法半蹲 我必须要用站的 跟大姐就说 我必须要换鞋子 嗯 对 没错 然后你们两个人就逼着我去 哦 他买一个非常贵的鞋子 我没有买过那么贵的鞋子 膝盖就不痛了耶 我就可以蹲了 好神奇哦 所以你看鞋子 因为你在走路的时候 如果鞋子不合脚啊 是一回事 你的脚踝再上来 就是影响到你的膝盖 嗯 嗯 重要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结构 嗯 像我们看到很多 每一个老太太都说膝盖痛 都是膝盖不舒服 就会影响发运动 无法运动就会更加影响健康嘛 嗯 就是他都没有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鞋子 嗯 就是没有适当运动 膝盖出问题 对 就是说你不能长期是坐着啊 嗯 对于我们的膝盖是有帮助的 当然鞋子是 是必须的 嗯 还有现在大家 呃 时常会说一句话是 人的衰老先从脚衰老起 对 如果你鞋子 你有没有老化 对 我记得你上回跟我说 要看我的大腿出不出 我的大腿够出的话 嗯 会想想有道理 有时我之前照顾我干爹的时候 发现他的皮包骨皮可以捏得起来 就是老化 尤其那个久卧病床的他的那个肌肉就一直就是所谓现在我们时常在讲的肌发下床走动 他肌肉的萎缩的速度是非常你很难很难想象的那个速度 哦 你爸爸在 因为他有运动 我爸爸有运动 其实是我公公 我公公年轻动的工作的人 那时候我看他的身体的机能是很欧壮 嗯 可是他在八十几岁的时候 呃 做了脊椎手术 布的没有算很好 结果他就不喜欢下 不喜欢下 时间很少 后来再短时间短时间后来就卧床 卧床之后几乎是两个月之内 他的肌肉全部萎缩 也有可能他后来进食的量也不够 嗯 可是我觉得大的一个关键 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 我阿姨不是 就国婆大小姐吗 就说膝盖疼 他就不下床 对 但是他就不下床 越不下床就越不能下床 对 就搞到最后他真的 偶尔还是要下来走走路 哦一定要 也要那个 家里有老人家的 的朋友啊 其实老人家还是真的要下床 化的速度是加成的快 要帮他买一个好鞋 我们买鞋的时候 选择鞋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鞋子穿了之后 它有适合身体的反应 它会告诉你的 不要只注意到 我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只看那个鞋子的形状啊 就算是不怎么舒适 还会磨脚也好 其实你走路 没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你就发现 然后你的脚踝也是不舒服 嗯 那双鞋其实就应该 能爱美就比较能够忍耐 年纪大之后就越来越不舒服 会不会是因为说 我们的下盘越来越重 然后所以就导致说 我们的那个 我们下盘越来越重 因为我们的肚子越来越大 屁股越来越大 应该是我们的器官 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它是 像膝盖比较没问题 对 因为它承载的重量是比较 上过去听那些老太太 在说问题的时候 说膝盖有问题 大部分我都看它比较容易有问题 那我问了几个 比较瘦的 它膝盖比较没有问题 很重要 注意 然后选择自己一样 选台 哦对 像我就适合那一家平台 好 选择那个鞋子 其实还要注意说 他现在目前 你的老公 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也好 他的选择比较不同的功能的鞋子 我们最主要还是保护我们的鞋 你说叫我 我还记得你叫我不要穿拖鞋出来 有一段时间 因为那双鞋子脚底都已经磨损的差不多 下雨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抓地倒 那我就穿拖鞋来上班 然后我们Judy就叫我不要穿拖鞋 然后我就去买了 去找了三双鞋 因为拖鞋 有一个很不好的脚趾 大拇指外翻 会吗 我不觉得 我听很多那个状况的朋友 他们都有穿拖鞋的习惯 可能是假脚脱 假脚脱你在我们指头前端的实力 多人会产生脚趾外翻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我有想要说 我们在搬货搬东西 有时候被砸到 脚趾头被砸到 对 不安全啦 然后我们的南侃的人行道 通常在走路的时候是要与车针道 一不小心被车压到 不会应该脚被压到 应该身体也被撞到 总之我认为穿拖鞋是一个非常 我准备一个下雨天穿的鞋子 那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团友 孰敏啊 孰敏那双鞋子很威的感觉 我就问他 那我就跟他交换了一下鞋子的心得 他就说 他说他有一些脚底下雨天会滑的 他都下雨天就不穿那个鞋子 就穿新的 然后抓地力好 五六千块 抓地的抓着力好 可能因为日霸雪的天气 退的时候 融化的时候是很滑的 所以他们结底的设计上面 应该是下很多功夫 我打算下雨天嘛 我们没有错 我观察到 Judy她在下雨天的时候 她都会短的雨鞋 再到公司再换一双工作室 穿的鞋子 那个百货公司打折的时候 下手 是是是 你的鞋子 讲到这里好了 那么我们的结论是说 这个鞋子它不只是我们人身体 我们的脚 它会承载我们下肢重量 必须要有些压要的 所以我们在买鞋的时候呢 你要谨慎一点 选择适合你模子的那种厂商 每一种厂商做的模子不一样 是是 下一次 你买下雨天的时候 你要注意你的那个 如果说它抓地力不好 那就换一双鞋穿 那一双鞋 你如果说觉得它实在是很好穿 你也不想丢 你可以在 不是雨天的时候 去穿它 是这样子 今天我们就讲到到这里 拜拜 拜拜 by bwd6